好 然后我们刚才呢 弄那个残渣弄出来之后呢 现在要加入新的这个蜡块 现在加几个颜色 四个 四个颜色好 那它会因为下面的那个蜡烛呢 慢慢的燃烧 好 我们搅拌一下 搅拌好 要用筷子或是这种专业的这个搅拌棒 比较好 因为每一组它设计的不一样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 残留的那一些颜色 它是中和的颜色 那你取下来的时候 要等它稍微有一点冷却再取 要不然这个纹度又有100度 好 那你的花纹是什么 樱花 哦 樱花也是一样樱花 另外一个图腾借我看一下 嗯 好 来 那放在这里 那个另外一个图腾放在这里一下 哦 它不一样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图案 玫瑰 哦 玫瑰 好 好 我来 那另外一个呢 这 哦 很棒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等它融化的同时呢 看完了 因为它每一组它设计的那个风蜡跟产品包装都不一样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用这种玻璃罐装比较好看 我没有那种 对 或者是 15格的 啊 书局其实这个买一个罐子9块钱而已也可以买来装 用玻璃罐装起来更好看你有没有觉得 我没有那个15格的专业的 哦 好 来 那这个可以倒了吗 对哦 好 那你再倒一下 它这是 好漂亮哦 对啊 它这种混的很漂亮 好 这个是专用的那种 电子 电子哦 不是 不是那个茶杯电哦 哇 好星空的颜色好看哦 对啊 哎 很美耶 对 姐姐弄这个颜色很好看 很有艺术感 好 小心哦 我们在用的时候最好比较大人在旁边哦 因为毕竟这个会用到火 好 那要等它冷却哦 好 那像换朵朵来做第二个